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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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一個小販的代表 我是深水埗小販王格仔 小販商會主席 貴姓的先生 我是小販王 王先生 你好 今天聽說你們有一個組織行動 是甚麼行動 或者有甚麼想表達 請問你 是 因為我們昨天去深水埗區的小販組 他們是沒有接見我們 是 現在我們想上去總部 是 希望他食飯署給我們留好 不要來壓賺我們的小販 是 我們小販只不過是賺兩餐 是 不要因為花園家的火燭 萬千射掉我們整個香港的小販 我們也沒有甚麼要求 我們會好自律 我希望我們小販的檔口以前是好 現在又是怎樣 九七前是怎樣 九七後都是不希望 政府任何框框框框框框 好像鄧小販先生說過 五十年不變 九七前也是這樣 九七後就是這樣 是 是 我們不是搞事者 我們現在因為花園街一場 可以集中全我們全香港的小販 好 多謝你接受訪問 多謝你 黃先生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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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我們小販很卑微地想問兩餐 大佬 你這麼快 你不加一個大火 你就在這裏發癲 然後就動一些牌子 今天是深水埗 明天可能是紅藍 後日是第二道 我有一次在立法會 去住州一國港 我說 香港政府的小反政策是兩個字 叫做趕絕 就是這兩個字 那些老人家來收關他的牌子 給他三萬斤 然後他在這裏等死 對不對 小反政策就是兩個字 叫做趕絕 有沒有花園街大火 他叫做趕絕這些小反 所以大家一定要抗爭到體 對不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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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